2023國際獅子會300A5區 為了支持宜蘭區各高中深化廣化課綱學習 特別在羅東高山來舉辦捐輸儀式 執政宜蘭區各高中職學校校談風雲 中國歷史教材 品德教育這一塊非常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從小學就送地紙規 去年是送地紙規嘛 這是小學的階段 那高中我們是歷史 以史為見可知心體 我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的喜歡歷史 對啊 雖然以前歷史念得不怎麼樣 但是我都是透過看書 從那個明朝到那個秦朝 捐輸活動共邀集了宜蘭區13所的高中職學校的校長代表授政 期望藉此教材來加深學生的記憶 提升歷史學習效益 讓各校都非常感謝 我在看影片當中我就想到我國中高中 學習歷史的時候 幾乎都是為了考試準備 所以都是比較沒有整體性的概念 但是我看了之後 看那個張天亮博士 用淺白說故事的方式 讓我就很清楚的了解這個脈絡 有系統的在觀看 那我也覺得就是這個方式的確對學生很老實 很好運用 可以讓我們學生可以感受到中華文化的一個精髓 更可以成為我們學生的老師的一個補充教材 國際獅子會300A舞區也希望藉此捐贈教材活動 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吸引更多企業一起來關心教育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以及競爭力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 採訪報導 我希望你不是 我們會被在